嘿!又來到我佩生Studio 我好像整個月沒有出娛樂片 今天終於有時間可以出發 這次我們說什麼呢? 這次我們說說Tyson Yoshi 最近Tyson Yoshi跟他女朋友求婚 還在演唱會上求婚 當然有很多網民祝福他們 他們好像拍拖七年了 這次求婚就成功了 但也有不少網民不停批評女方的樣子 女方的樣子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網民批評了 我覺得Kristy的樣子也不是那麼差 未能說是超級標青 但我覺得她一點也不差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批評別人的樣子 而Tyson Yoshi跟Kristy也有 因為這件事回應了大家 其實早前Tyson Yoshi也有已經說過網民 更加覺得網民不應該這樣批評 就說如果心態不夠強的話 站不夠硬的話就走了 那怎麼辦呢? 即是有沒有人想過這件事呢? 說躲在網絡背後就不用負責任嗎? 而很多母事其實都只是因為個人的心態好 而不是大家的批評沒有問題 大家都需要切身處地去想一下 而Kristy也出了一個帖文 內容就是說我的樣子 就是我的樣子 即是網民反應兩極 說用第三身的角度 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沒有人應該用一個人的愛貌 去判斷一個人的生命中 值得擁有什麼 你的樣子3 out of 10 那好吧 你最多值3 out of 10 你的樣子4分 你的伴侶應該點點點 人生不是一個大型的選美現場 不要搞到大家和自己那麼辛苦 一直追追追追別人審美的standard 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最後又不是那些人為你這個人生去買單 都是要自己買的 言歸正傳 希望大家也不用經歷我這些判斷 兜兜兜兜兜才會知道你的價錢 我覺得Kristy這個回應是很高EQ的 即是大家都在批評她的時候 她也可以以第三身的角度 或者叫做很正面地去面對別人的批評 也都說得很對的就是 人生是自己為自己買單 不應該你別人的那些行言行語 也不可以因為樣貌 而定義了一個人值得什麼 值得怎樣的幸福 何況她的樣子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差 這次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說過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